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有一个做生意的地点 所以就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商业租赁 也就是我要租一个办公室 租个仓库 对吧 然后或者是仓库办公室 结合的这么一个场所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就要考虑 我在美国租赁是不是很简单 在这里一般来说 我们在美国做的程序 一般都会自己找一个经济 商业的经济 然后这样的话 让他来全钱负责您的代理 这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要请一个专业的 专门做商业租赁的这么一个房地产经济 代表你来做 这样的话可以规避掉 所以花点钱 但没关系 你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你作为最后要使用租赁的这么一个租客 你需要知道您租的是什么样的地方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所以在美国你要做一个商业租赁 你首先要知道在美国商业租赁包括哪些类型 对吧 我们在美国呢 基本上有两种类型 一种呢就是房东 他呢要付所有的费用 这叫 叫growth lease 这样叫full service lease 也就是什么 他要付所有的这个费用 就是你只要付一个租金 付一个比如说这个房租是一万块 那出了一万块你什么都不管 这是一种一种做法 另外一种注定是什么呢 叫 single net double net or triple net 这个lease 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您作为房客 OK 你除了付这个房租之外 你还有有的时候要付所有的maintenance 要付tax 要付这个维护 然后 然后这个camp这个费 就是那个 这个这个公共场地的费用 single net leases 单恩租约 是指成租商户除需要缴纳每月基本租约外 还需直接缴纳房产税和水电费 由房东负责所有其他维护开销 double net leases 恩恩租约 是指成租商户除需要缴纳每月基本租金外 还需要直接缴纳房产税和水电费 并为房屋上保险 由房东负责所有其他维护开销 double net leases 恩恩租约 是指由成租商户负责全部开销 包括房产税 保险 日常维护清洁 以及房屋维护等 房东没有任何维护房屋的责任 比如说仓库 大多情形之下都属于triple net 这样的一种租业的方式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房东除了把这房租给你以后 他什么都不管 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房客来承担 如果你比如说有四五个房客 所有的这个taxs啊 然后这边hoe fee啊 所有的东西呢 全部是大家来分摊 根据你的占的这个 你使用的地 你租的这个地方的百分比来分摊 这叫triple net 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呢 你比如说租一个店面 有的时候呢 你做一个franchise 就做一个这个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连锁 这样的情形呢 有可能有着第三种情形出现 OK 这是什么情形呢 就是除了它叫percentage lease 除了付租金之外呢 你的销售额的一定的百分比 要作为租金 要付给房东 这也是一种租业的方式 除了这三种租业 这基本上就涵盖了 所有的这个租赁方式 但就是说你做一个房客 在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有些东西呢 其实这个话题可以谈 很长很长时间 我把一些重要的点呢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说 作为那个房客 你搬进之前 你要跟房东要进行那个谈判 很多东西是可以谈判的 不是说他说什么 我就要认识 认什么 比如说我的free rent 我搬进之前 我要做些修改 OK 我要加一个办公室 对吧 要扩大点这个会议室的这个面积 或者我要把这个仓库的面积 稍微再放大一点 要拆掉一些房间 这些东西呢 在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呢 你是可以跟那个房东谈一个什么 可以谈一个free rent 也就是前面三个月 前面甚至五六个月 这个房东呢给你免费 你可以用这段时间呢 来做所有的装修 OK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的还可以谈什么东西呢 你还可以说 我要租的时间长 你房东呢 你是不是也应该出点钱 我做这个装修费用很大 你房东是不是也应该出点钱 OK 这key money也应该付一些 你这样的话呢 也是可以跟房东进行商榷的 OK 非常重要一点在哪里呢 就你这个 你要租的这个商业这个地点啊 你一定要到市政府去查一下 这个之前这个房东在或者前面的房客在使用这个物业的时候呢 有没有任何的这个犯规的这个情形 有没有什么罚款 有没有什么违章建筑 有没有在这个 比如说最重要的 比如说那个厕所 它有没有一个位置 这个一位置是不是合法的 有没有申请过Permit 有没有许可 市政府的许可 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说你的所有的装修 没有市政府 尤其是这个你要移什么水啊电啊 瓦斯啊这个东西 你如果说这个东西 你没有得到市政府的许可 你这样改变了 这属于违章建筑 如果市政府一旦查到 你所有的东西全部要打掉 重新来过 要先拿到政府的批准 所以呢这点 非常非常重要 OK 第二点呢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camp fee OK什么叫camp 就是那common area OK你就是说你的common area 就是共同使用 你比如说你租这个地方 你旁边还有其他的那个租客 那这样的话呢 有些地点是大家 大家共用的 这个时候的这个common area can fee如果在triple net 这三个n的这个这个租约当中呢 这是你们要大家分享的 所以呢这部分呢 你要跟房东要谈清楚 尤其是有的时候房东呢 他会把他所有的他自己的管理公司的管理费用 也平摊给大家 这时候呢你可以跟他商量 就是说你的你的这个房东的这个管理费用 你们自己的那个profit management 那个费呢不应该包括在这个camp fee里面 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那下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没有合规在这方面呢 我们要看一下 你如果这个使用的这个 这个物业啊 外面有parking 有停车场 还有那个你的那个厕所里面的这个是不是合合符合这美国ada的那个这个这个这个残障人残障法的这个这个这个规定 这样的话也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 如果说是如果说是这个一旦被查到的话 那个我现在经常在这个加州也好 其他美国其他地方也都是一样 有很多这个不屑的这些这个律师和这个串通行 就让他们专门来找这个这个公司的查 看你什么样不不合规 然后呢他来告你 告你呢要求你给他赔偿 所以在这个这个时候呢 所以你一定要跟那个房东一定要跟他那个 如果说你你不想去做检查 你可以在合约里面在租业里面跟他谈好 一旦有这个ADA的这种 violation 的话 房东要负责不是你负责 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讲的在哪里呢 这个在在租这个商业地产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商业地产在租的时候呢 他是按照square foot来算的 也就是来根据平方指来算的 所以呢你有可能的话呢 你尽量一定要去丈量一下 这个到底这个是不是跟那个房东讲的 这个尺寸是相符的 因为否则的话你的损失会非常大 因为怎么怎么讲呢 因为我说按照平方指来算 房东在在广告上面就是讲 我这个地方是5000指 结果呢你丈量下来呢就4500尺 那你这样的话你一定要跟房东谈 你这个就4500尺 我只能付你4500尺的钱 而不是5000尺的钱 这样的话呢 从长期的话你可以省掉很多很多的费用 所以一开始花点小钱 丈量一下 这样的话你可以省到很多的租金 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这个新移民到美国来呢 他就喜欢就是开一个 想反正也做点小生意吧 反正就是打发时间 这样的话租一个店面 租个店面到一个shopping mall里面租一个店面 租店面的话呢 这个点很重要 就是说您在一个shopping mall里面 一个小的这个这个plaza里面 shopping center里面 你一定要注意能够可能的话 尽可能跟房东签的这个和租约里面呢 一定要有就是防止就是房东把同一个shopping center 租给其他竞争对手的这么一个条款要写在里面 OK 这个写在里面是干嘛呢 你否则的话一个shopping center 你比如说你要开一家那奶茶店 结果好家伙你一个shopping center里面四五家奶茶店 奶茶店你这样生意怎么做 这样的话呢是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非常非常重要 另外呢你要知道在商业租业里面 你要租的时间越长 你的房租的这个月的租金呢 可以越越往下往下调 OK这是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根据你的要求 你可以租长一点 把那个租金呢压下来 OK 还有一点诀窍呢 先给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你比如说签了十年协议 可是你做了两年以后不想做了 OK 我做不下去了 或者我觉得想关门 OK 我这样的话呢 我要离开 是不是房东可以要求你赔偿整个十年的房租 OK 在加州呢 基本上这是不可能 OK 因为作为房东的话 在加州法律规定 房东有一个职责 他要有责任干嘛呢 在你离开之后 你违约之后呢 他要mitigate the damage 也就是减少损失 也就是说他要尽可能的 把这个东西尽快地租给下家 下面一个tenant 房客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你要注意 没有关系 你要跟他谈 最好的方式呢 在一开始在租房子之前呢 跟房东谈 万一有什么情形的话 我付你 比如说 押金再加两个月的这个租金 这样的话我就离开了 这样的话大家就是 就就就合了 你也不要追究我的责任 我也不追究你责任 这样是最好 如果在一开始没有谈这个 这个解约 解约这个条款 或者是sub list agreement 那怎么办呢 你就是你尽可能找的 你决定了你要离开 你尽早的tender给这个房东 而且你最好就正式的书面文件说 写一封信给房东 告诉他 10月1号为止 我就不租了 OK 我把这个钥匙 这个remote control全部还给您 这样的话 那就是您租个下家去吧 从这点开始 这个房东的职 这个职责呢 就变成房东的了 千万不要 哎呀我这个要离开 可是在那扭扭 你犹豫不决 然后又这个谈没完 一年两年谈下去 你别忘了 这个你这个 legal possession在你手里的话 这个职责就是你的 你这一年两年 你待在这个房子里面 你就得付房租 这个哪怕是法院派 这个两年的房租都是你付 所以你如果决定 一旦决定 跟房东在谈不拢的情形之下 你要毅然决然的 先做这个决定 那最多的话呢 这个法院判的话呢 也就是付个几月的这个租金 也就结束掉了 不至于遭受那么大的损失 所以这点呢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打它 我觉得 castle 我 我也 我也 虽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